那我们在希望新生 要学习的也是355则 它在192页 192页 这段很短 它的题目叫做文法最直接的利益 我们一起念一下曾宏老师的教界 听闻佛法带给我们最直接的利益 就是真的会变得聪慧 聪慧的人就知道到哪里去找幸福 那一开始说 听法带给我们最直接的利益 就是真的会变得聪慧 聪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聪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下面这句 聪慧的人就知道到哪里去找幸福 知道到哪里去找快乐找幸福的人 就是聪慧 所以这个在师父的开示 曾老师开始也都有讲 那个慧 聚变善恶妙慧力 就他知道说 什么样的意乐 什么样的行为 在将来会带来快乐 这个是善 什么样的意乐 什么样的行为 在将来会带来痛苦 这就是恶 你懂得什么是善 你懂得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的这个聪慧 就是懂得如何找幸福 那这个聪慧怎么来的呢 就是听闻佛法 好 带给我们最直接的利益 就是会变得这个聪慧 所以广论上面怎么讲的 注意啊 我又背给你听 又要刺激你一下 327页 倒数第二段 最后两行 等你找到 327页 倒数第二段 最后两行 事故圣道 最圣命根 未择法会 找到吗 找不到 327页 倒数第二段 最后两行 我有讲错吗 没讲错 怎么都还没找到 没带书 好 可以 事故圣道 最圣命根 未择法会 会无上因 未无构经论 勤求多文 以诸教理 善为成立 对不对 好 所以他讲 你修行 修学圣道 最殊胜的命根 最重要的根本因 是什么呢 择法会 能够抉择 是法非法的智慧 好 那这个 择法会的 无上的因 从哪里来呢 对于无构经论 要勤求多文 然后以诸教理 善为成立 就是要如法思维的意思 然后 这个不管是师父 还是正如老师 在讲到听文的时候 都是说 清净善事 听文正法 这个听你一定是 医子师长 在如法的听 听文 这个川称师长 对经典的这个解释 这样我们对经典 才会有正确的理解 才能做正确的思维 所以呢 我们这一生 会因为听文 得到聪慧 其实来生 还会继续得到好处 你知道这什么好处吗 你这一生 听文而得到的聪慧 来生就很容易 变成你的聚生慧 聚生慧 与生俱来的智慧 聚生慧 就是与生俱来 既然是与生俱来 就显现在你这一生 好像没有人教你 你就知道怎么 如法的抉择取舍 大家都有这种 生命经验嘛 对不对 你有时候碰到你人生的一些关口 一些关键 你不知道该怎么抉择取舍的时候 那时候旁边又没有人教你 怎么办呢 只好自己硬的头皮选 对不对 然后万一选错了 就发现说 哇要遗憾痛苦很多年 对不对 那当初 如果那时候没人教你 可是你 如果你有聚生慧的话 如果你有聚生慧的话 就是与生俱来 你就知道 对着这个境界 我该做怎么样正确的选择 那时候就不会产生痛苦跟遗憾 所以其实聚生慧非常重要 聚生慧非常重要 世间的俗话就叫千金难买 早知道嘛 早知道就是你的聚生慧 如果没有人教你 你早就知道 就是你过聚生 千金善事 听闻正法 如法听闻产生的结果 好 所以比如说 我有时候 我满水洗 我满有趣生慧 我第一次到丰安市做义工 好 那时候我记错会合的地点 记错会合的地点 结果呢 这个 他们好像是说在那个什么 中山女高的门口的隔壁的十字路口 我记成中山女高门口的十字路口 我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 没有车子来接我 好 那时候就想 那就放假嘛 去休息去玩都很好 那既然车子没接我 那又是第一次去 我又不知道放安市在哪里 那就不要去好了 这样 可是另外一个声音就起来 这就是我的聚生慧 就很觉得 对啊 这么难得可以去放安市 人家没来接你就不能去吗 自己想办法去啊 我就想办法到火车站 然后 然后 这个 我知道那个放安市的地址 新丰乡 波罗 对 波罗村 波罗村 对啊 反正它有个新丰乡 对啊 我就去火车站 然后查那个地名 找那个 慢速火车 慢车有到新丰的 就在那边等车等很久 然后再去买那慢速火车 好 一路晃 晃了好几个小时 才到新竹 就连等车在坐车 晃了好久 才到新竹新丰这样 好 那那次还是很顺利的 就能够 去放安市做一公里 因为那次的关系 就见到师傅啊 第一次帮师傅拿皮箱 进师傅房间啊 然后 然后以后 一年之后就换我来出家啊 对啊 所以当初为什么 你碰到那个关键 没有人在旁边嘛 对不对 为什么你 如果用他们 小朋友讲的话 就为什么你心里变得 那个 那个小天使 跟小恶魔 在战斗的时候 你的 你的小天使会胜利呢 因为你有居生会 所以居生会很重要 可是居生会 从哪里来的 它不是凭空跑出来的 你过去有如法听闻思维来的 这很重要 所以 聪会这个事情 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 我记得我前几集 讲过一个小偷的故事嘛 他就是 他跑到寺院想偷东西 结果东西没偷成 听到法师诵经讲的一个寄宋 说天人眼睛都不太眨 眨眼的速度很慢 只有人的眼睛才会眨很快 那后来呢 就是国王发现 他有偷国王的财宝 国王就设计 因为抓不到他的证据 想办法要骗他自己招供 就设计 把他灌追之后 再把他送到皇宫 然后叫皇宫里的宫女 全部都打扮成天人 然后他酒醒之后 就跟他说 哎呀你现在在天宫啊 你因为当初偷了国王的宝物 造了大善业 现在升到天上了 你看这个 我们都是天女 都是来城市你的这样子 你说啊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 有偷宝物造了大善业的人啊 他本来心花怒放 他本来就很想讲 就是我 对不对 就他突然想起来 之前听法师说 经典上面有讲 天人眼睛不太眨的 怎么这些人眼睛都眨那么快 他那时候就整个清醒过来 这个可能有什么 这个可能有什么陷阱在里面 他就始终都没说这句话 后来国王也没 拿他没办法去把他放了 当然他后来有改过向善了 但是就是跟你讲 现世的聪慧也很重要 然后真正的聪慧 还是从这个听闻佛法来的 其实很有意思一点 你知道吗 为什么听闻佛法会带给我们聪慧 而聪慧能够帮我们找寻幸福 知道为什么吗 我在说 为什么听闻佛法可以带给我们 找寻幸福的聪慧呢 你们想想看 其实要想一下 还是你们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本来就是这样 为什么听闻佛法会带给我们 找寻幸福的聪慧呢 我要不要卖一个官子 下一集再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要花时间想 因为很快把答案讲给你们听 你们就跟刚刚听到 听闻佛法会带给我们 找到幸福的聪慧 你就过去了 听了很顺就过去了 不行要思维 为什么听闻佛法会带给我们 找到幸福的聪慧呢 因为师长佛菩萨 他当初说这个法的时候 他是怀着很强大的 利他心的动机而说的 他当初说这个法的时候 是怀着很强大的 利他心的动机而说的 所以他说出来的法 就带着这个强大的 利他心的加持的业力 所以他说出来的法 师长佛都说的法 一定可以利益到众生 而且可以长远利益到众生 乃至于到最后 因为这个因缘 他可以成佛 你说有的人听闻佛法之后 毁谤他不是受害了吗 不是 他听闻佛法会毁谤 是因为他自己的恶业跟烦恼 所以他听闻佛法毁谤 他会堕落没有错 但是还是因为当初师长佛陀说法 立他的动机呢 当他在恶趣受完苦之后 他回来还是可以再往上走 还是因为师长佛菩萨 说法的时候强烈立他的动机的加持 这样听得清楚吗 你现在都点头 很有道理 但是最好有一天你自己要想通 这个最重要 以诸教理善为成立 这个意思 想通了 在你心里就是一个比较持久的业力 业的主体是思维嘛 好 所以不能光听不思维 要听要思维 反复听反复思维 正法在内心的业力才生 他才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 还有未来生面对境界 献起来的 知道如法取舍的智慧 好 所以呢 就是因为听闻 我们这一生得到聪慧 来生得到聚生慧 所以不仅是这一生 来生也能够知道到哪里去找幸福 好 不会走错路 也不会绕远路 这就是听闻佛法的好处 这就是师长佛菩萨 说法带给我们的利益 那有的人会说法师 那我如果是我讲给人家听 我利他心没有师长佛菩萨那么强啊 那这样他听我讲 听我讲话利益就没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说法的时候 要依据经论 依据师长的教诫 这个最重要 这样才能真正利益到别人 知道吗 好 所以我之所以敢 没什么修行 跑出来到处讲 就是因为我只是公送 正如老师交接 公送师父交接 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利益到大家 但是正如老师跟师父可以 好 这点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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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